欢迎各位回到IFC Touch频道 如何锁定卡片防止信息被修改呢 智能名片的优势之一在于它们无限次被修改 但是在无人监管的公共环境中 这反而成为了个缺点 因为恶作剧被他人将一些不受欢迎的东西 便写进您的智能名片内 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递给客户而发生一些意外 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的智能名片提供了密码验证 密码保护程序是由我们公司开发的安卓软件 NFC Touch加来完成的 首先在谷歌商店下载NFC Touch加软件 开启NFC功能并打开软件后 轻拍智能名片读取卡片信息 然后滑动到最右边的界面 在Rock Right前的框框打上钩 输入四维数密码后再次接触名片 这样他就开启了索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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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对到达可能 我们的掌头 我们的交流 我们的那种地方 进行 对到达也可能 这样 可以 这种数字 那种 关掉锁定 重复散述步骤 将lock right前的勾取消掉即可 密码由四位字符组成 包括数字与字幕 请紧禁您的密码 该密码不能被重置于找回 一旦遗忘 那么您的卡片将会被永久锁定 值得一提的是 您可以无限次的猜测您的密码 且不会收到任何警告 以下是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有密码保护的情况下 智能明天还能被读取吗 答案是可以 密码只能被保护不被写入新的资料 但仍然能被查看 密码会占用明片的内存吗 是的 智能明片只能包含200多字符的数据 其中就包括密码 明片能被侵入吗 NSC明片主要是由电子芯片组成 这意味着他们不会连接到互联网 但密码可以被猜测 由于密码允许无限次尝试 所以理论上花费大量时间 组合出所有的密码情况 那么密码就会被破解 但那也仅仅只是获得 修改卡片内信息的能力 我如果忘记的密码要怎么办 如上书所说 您的卡会被永久锁定 没有提示 没有两部验证 没有电子邮件找回 但仍然能够使用和读取 只是不能够再被修改 希望以上的信息能够帮到您 如果想了解更多ISC智能片相关的内容 还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推送啦 感谢您的观看 好